Hello 大家好 我是车轿社的小猪 今天我们要拍摄的车型就是我身边这台海狮05DMI 那这台车呢是在上个月的20多号发布的 那关于它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了 那它的定位呢其实跟隔壁的这个比亚迪的SONC PRODMI是差不太多的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海狮05DMI这台车呢 它更有海洋网的精髓在里面 特别是这个前列我就挺喜欢的 那今天我们就不说它的这个参数和各项性能 我们就简单聊一聊它的车型的配置推荐 以及它的行情看看哪一台车更加适合你办 那先说一下这台车它的细分配置版 我们看了一下这台车总计有四个配置 分别是75公里的豪华型 75公里的尊贵型 还有115公里的尊绒型 115公里的旗舰型 那么这么多个版本里面最值得推荐的是哪一个版本呢 我的答案是115公里的尊绒型 那相比起上一个版本也就是75公里的尊贵型 主要是它的电池会更大一些有18度多 那么更大的电池就意味着它在纯电模式下拥有更长的续航 因此呢你的电池的充电频率也会下来 所以它的这个寿命也会比75公里版本要长那么一丢丢 那另外一个优点就是这个115公里的尊绒型 它还有一个配置就是它有这个双层的夹胶玻璃 那么可能在中低速的情况下 这个隔音方面的差距可能不是特别的明显 但是等到中高速之后 这个隔音方面的差距就显得尤为突出了 原因就是这个双层夹胶玻璃一般来说呢 中间都会配备这个PVB的这个夹层膜 它起到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做到吸收啊减弱啊衰减外部的声波 所以在中高速的这个状态下 这种使用了双层隔音玻璃的车型 它在行驶品质上会比使用单层隔音玻璃的车型要好很多 这是为什么我比较推荐大家去选择这个115公里的这个作用型的原因 车型选择呢我们是聊完了 接下来这个环节呢我们就说一说 这台车目前的一个市场的行情吧 那刚才我跟店里面的小哥哥聊了一下 就是他说现在呢这台车因为上市时间不是特别特别的长 所以它的价格呢跟官网是一样的 所以它在现金方面的优惠可能没有 但是你可以走一个贷款或者说置换的补贴的政策 比如说置换吧如果说你选择的是置换补贴的模式 它最高是可以给到你24000块钱的一个现金补贴 然后如果说你用的是报废补贴的模式 一般来说你可以获得20000块钱的国补 然后比亚迪这边呢还给你补贴4000 所以也可以实现一个24000块钱的一个报废补贴的一个政策 然后就是它的这个贷款的购车方式 如果说你愿意首付50%的话 那么它是可以给到你两年24期免息的一个政策的 然后就是如果说你的预算实在没有那么多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最长5年的超长贷款购车的玩法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是需要付一定的利息的 但是结合厂家给到的贴心 其实你最终也不用需要付太多太多的利息在里头 所以就这个贷款购车的玩法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 那至于说它的这个骑车的周期 现在问到的时间基本上都是一到两个月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长的 那毕竟原因很简单 就是IPRD车型的人太多了 等待提车的人也很多 所以提车周期稍微长一点 我觉得也是没什么的 在了解完海诗05DMI的各种配置和选车的各种政策之后 你会发现这台车不仅做到了好选易选 它在购车方面的政策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那如果说你最近在看一台这种尺寸相对比较宽敞的 家用的混动的SUV 那我觉得你可以来考虑一下这一台海诗05DMI 韩语